可是問題 它程式怎麼樣? 還會繼續往下走 那就不對 所以怎麼樣? 你要把程式結束掉了 接下來就是 不要再往下走 而是要離開 這個sub 離開這個sub就跳離 所以只要一句話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學起來 叫is this is this a sub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程式有錯誤 那就不要往下走了 那就怎麼樣呢 那就跳離 is this a sub就是從這邊 直接離開了 它就再也不會往下走 所以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這個是有點防呆的作用 就是防止程式輸入不對的池的時候 那可以這樣的做法 OK好 大概應該可以理解 然後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 更貼心一點的 就是怎麼樣呢? 把那個test裡面的東西刪掉 那你就多一個動作 就怎麼樣呢? 這個裡 多個一行 就是 Test 什麼的 等於什麼? 空的 有沒有 就是把它清掉 然後呢 再更貼心一點 游標 直接讓它停在那個 Test 02 那這怎麼做呢? 其實也一樣 它有一個方法 叫點 Set Focus 有沒有 Set focus Focus就是 是游標放上去的意思 那Set focus 就是把游標放上去的 應該可以理解那個意思吧 以後 只要你是文字 文字方塊的話 它都會有一個方法 叫做 Set focus Set focus 就是游標放上去的意思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 大概就是 加外面一個邏輯判斷 加裡面 這四行 那這四行呢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意思的話 你當然你只可以在上面再加一個註解 比如說 這個叫 清除 清清除資料 或者是 等等的 反正這個我想自己再 再加一下 然後可能什麼的 游標放上去 之類的 等一等 你就是自己再加一個那個註解 至少知道一下 好 那如果沒有錯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再來試一下 這邊我先試個中斷點 等下程式會停在這邊 跑一下 比如說我輸入 假設一樣是這個人 然後成績有輸入200 然後這邊 輸入 OK 那這個是錯的 新增 程式停在這裡 然後 第一個它這個 200 是有沒有大於 有嗎 有沒有小於 這個沒有 所以只要這個 為錯的時候 它應該會跑什麼 跑到 這個裡面來 所以按F8 有沒有跑進來 跑進來之後的話 跳出什麼 什麼呢 有沒有 請輸入0到100之間的數字 當你按確定會怎麼樣 它就接著往下跑 清空裡面的值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set focus 油標就放上去了 跳離sub 離開了 離開了 結束了 它不會往下走 所以這個時候 它油標應該是停在什麼 停在這個上面 然後你再輸入一個100 這個應該沒 沒按新增 然後 這個應該過了 因為它跳過去 因為 這個也不對 因為它沒有大於 這個也不對 所以它跳離 然後 就直接 就把資料 直接新增進去了 OK 好 那可是還是 其實這還沒做完了 因為 這個有可能輸入錯 這個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 這個有沒有可能 也有可能